提出,若不小心用電,可能造成火災或觸電 危及生命財產的安全 試回答下列有關用電安全的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例 為了避免流經電路的電流超過安全容量 通常會如何處理? 就是加個保險車或無動式開關 我們看A選項 在同一操作或延長線上 使用叫做電池,這錯了 上開V選項 在電池上加裝保險是對的 或無動式開關 V選項是對的 上開C 將燒斷的保險車接上再使用 這個當然是錯了 第一,電線使用較後的絕緣外皮 這個也是錯了 所以對的是V 這樣看第二小例 當有人觸電時 應該怎樣? 用絕緣底的話把它架開 A選項 趕快將觸電的人拉開 不要用手拉他 因為你手也是導電的 你一碰他以後你自己就被電到 所以這是不對的 即使與他接觸也沒有關係 兩個人觸到電的電量會減少於一個人 這錯了 這樣你一碰的話 電源會遠遠不斷的從你身上過去 再來我們看看V選項 利用有效的絕緣物切斷電源 這個對 C 切斷電源後把人架開 利用導體性較佳的物質 分散觸電者身上的電源 這錯了 這樣看第一選項 趕快用水 拖灑觸電者 你用水拖灑的話 那個電的話 就迷茫到其他地方去 這樣的話會電死更多人 所以這是錯了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選什麼 選V 應該選V